大家好,我是超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经典卤菜酱爆鸡丁 色泽红亮,酱香浓郁,咸甜适中 吃一口就停不下来 首先准备一块鸡胸肉,从中间片开 也可以选择鸡腿肉 然后用刀背轻轻敲打 这样鸡肉吃起来更嫩 改刀成一厘米宽的长条 再斜刀改刀成一厘米长的小段 斜刀改小块做出来不容易回缩 如果选用鸡腿肉来制作 先将鸡腿去到骨头 同样用刀背轻轻敲打 同样将鸡腿肉斩成一厘米左右的小块 准备少许葱姜切成细丝 加入清水,用手钻出汁水 这就是传说中的葱姜水 切好的鸡肉中加入少许葱姜水 用手抓拌,使鸡肉充满吸收水分 这样做出来才嫩 抓至鸡肉发黏 加入一点点料酒或者黄酒去腥 少许盐增加底味 一点点胡椒粉去腥增香 少许老抽增加底色 再次用手抓拌均匀 放入半个蛋清 500克肉放入一个蛋清 这些肉大概是300克 放蛋清肉吃起来更嫩 而且不容易粘连 放入半小勺干淀粉锁住水分 再次抓拌均匀 最后封少许植物油,肉丁就浆好了 准备少许甜面酱放入碗中 少许干黄酱 干黄酱是甜面酱的二分之一 加入泡好的葱姜水,将酱卸开 500克肉大概放50克葱姜水 具体还是要根据自身情况 再准备少许干核桃仁,也可以放笋,黄瓜等等 锅中做少许油,凉油放入核桃仁 将核桃仁炸熟炸香 炸至表面微微发黄,倒出控油备用 锅内重新放入少许油,油温四成热 放进筷子冒小泡时放入鸡丁 放进去以后,先不要着急惊动它 待其稍微定型以后,再用筷子将其搅散 粘锅对于一个老厨子来说是不存在的 将鸡丁划至八成熟 不要划太老,因为还要炒 变色即可,倒出控油备用 锅内重新放入少许底油 最好用香油 放入少许白糖,甜度根据个人口味选择 先炒糖,这样做出来材料 将糖熬至融化 熬至糖冒大泡以后,放入调好的酱 开大火将酱爆出香味 这道菜是不用勾芡的 将酱炒至粘稠 这个过程煎成小灶,大概需要一分钟 这样酱香味才能彻底激发出来 开始冒大泡以后,放入鸡丁 炸好的核桃仁 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使酱均匀地包裹在鸡丁核桃上面 这道菜盘底是不留酱汁的 最后,拎少许香油 翻炒均匀,起锅装盘 一道酱香浓郁 颜色红润的酱爆鸡丁就做好了 鸡丁嫩滑,核桃香脆 一揉一缸 纯尺间留有满满的酱香味 回味无穷 这就是传统卤菜精华所在 简单的家常菜,不一样的味道 我是超子 感谢大家支持观看 下期视频见,拜拜